对方首先就宣称就是这是中国领事馆 然后呢有一封就是您的邮件寄到我们中领馆来了 您需不需要我们帮您打开 然后这个受害人就跟他说就是 那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你可以呀 对方就是要我朋友向他就是核对一下他的名字 我朋友就把自己的名字报上去了 报上去以后他就在咨询就是我朋友 他在美国的身份是绿卡呢 还是中国公民呢 还是美国公民 我朋友就向他透露自己是美国绿卡 接着那个套路就是对方就问他 你可不可以怎么样才能证明你是在这里合法身份 或者是中国公民呢 您有护中国护照吗 然后我朋友说有 他就向对方拿了 对方就要我朋友去报上他的护照号码跟那个名字 对方就假装在电脑上查一查那个资料 然后就说我们现在在美国海关就是抓到一个嫌疑人就是线线到就是一些信用卡诈骗的 然后在他身上收到一些信用卡 但是你的名字跟其中一个信用卡是名字是一样的 然后那个犯人就向警方就是透露就是说这张信用卡是在用花了三千块美金在我朋友身上买的 然后我朋友就说我绝对没有做过这些非法的事情 然后对方又声称行那我再帮你核对一下其他资料 然后他就假装在后面打电脑查他的中国护照 然后就去询问我的朋友 你在中国有没有银行账户啊 或者什么其他财产之类的 我朋友说我没有啊 对方又声称哎你好像不老实 因为我们输入你的名字的时候 发现在中国中国的建设银行有你的名字开的账户 而且这个是比刚才我们说那个信用卡盗用那个罪案更严重 这先接到一个就是跨国的洗黑钱的大案 这种案子的话如果是成立的话呢 你会配判好多年老 至少要十年或者有些严重的话 金额巨大的话可能会判死刑 然后我朋友就害怕说 我根本就没有做过这些非法的事情啊 然后对方就声称就是说 这个事情不是你说了算我们要经过调查 如果你不配合我们调查的话 我们会派人上门就把你直接逮捕 就遣返回国 然后到时候你还要去要坐牢或者判死刑的 然后我那个朋友就非常害怕 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就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处理 然后对方就说那还有一种办法就是 我可以向上司就执行能不能在美国这边 你个就取保护身 然后就就问我朋友你知道什么叫取保护身吗 然后我朋友说什么都不容 然后对方就说取保护身就说你要交一部分的保证金 让我们这调查这个案件如果调查清楚了以后 如果你是无辜的话我们就把那个保证金就返还给你 然后我朋友就问他那保证金需要多少 对方就说需要20万人民币 我朋友说那我哪有这么多钱 那对方就说那你就向你朋友借啊 然后我朋友说那我借我怎么怎么借法呢 对方就说你可以去向朋友借 但是呢我跟你谈话这些所有东西 你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一点点信息 因为泄密的话会变成一种犯罪会做三连牢的 然后呢对方又问那你找谁借啊 我朋友说那我找我朋友 那如果你找了朋友的话 你用什么方法怎么怎么去借呢 我朋友就说那你叫我不用透露任何东西 那我怎么说呢 然后对方还交 那我的朋友说那你就是说 你是做在 如果你是做生意的话 说我生意上需要一点周转 然后就向他借 借来就是用一个礼拜 如果这个案件了了以后 那我就把那个钱返还给你 我朋友就问 那你怎么会保证你会把那个钱返还给我呢 要不然的话到时候 那钱不还给我 我不知道怎么向我朋友交代 对方说那我们是政府警官 当然不会撒谎了 所以而且呢 他对方刚开始的时候就宣称 他是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的一个干警 而且名字是叫杨天 而且还有他的警惠号码 还有就是他也把那个朝阳区警察分局的电话号码 也向我的朋友透露 所以有些时候呢 如果你要怀疑的话 你上网搜索这些确实是有这个电话号码 也有这个叫杨警官的人或者警官号码都一样 我们总领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向咱们的华侨华人 索要个人的账户或者是银行卡的相关信息 凡是接到这种电话的也请大家一定是保持高度的警惕 有什么情况也及时跟我们总领馆来进行核实 如果有人呢就是因此而就是把个人的信息被透露出去 或者是已经商量受骗的话 我们请我们这个当事人啊 一定是第一时间向当地的警方报警 总领阅